看我的西瓜 已经长了这么大了 这个要大一点 另外一个要长得小一些 它在这下面可能是 接受阳光的照射比较少 然后在这下面长得就比较慢 跟刚刚那个比起来 差不多小一半 我今年种了两颗西瓜 现在就只接成了这两个西瓜 侧腕上长的小西瓜 瘦了粉之后全部都化掉了 没有长成 刚刚在修剪我的香瓜 西瓜叶子的时候 发现西瓜的叶子背面 也长了牙虫 都是在背面的 所以之前也没有注意到它 长得还挺多的 贴地的这个叶子上更多 还有这个叶子 哎呦这个我把它撇断了 全是密密麻麻的牙虫 如果我们的蔬菜上面 有牙虫的话 可以买一些这种非常辣的 朝天椒或者是小米椒 越辣的越好 我一般是买的干的放在家里 有需要的时候可以随时拿出来用 就把这个辣椒 剪成一节一节的 然后用来煮水 就这样子煮辣椒水 水开以后大概煮10分钟就可以关火了 这个瓶子里是我在家里煮的那个辣椒水 放凉以后装到瓶子里去了 我现在要往里面加一些茶肤 就是这个茶子饼 茶肤就是三茶子炸油后剩下的渣 它里面的一种有效成分叫做造脚袋数 是一种植物源农药 毒性可以自行分解的 无毒性残留对人体没有影响的 但是对一部分害虫有胃毒和触杀的作用 也可以煮水后用来洗头洗澡洗碗或者是做清洁 发酵后也可以作为肥料使用的 盖起来给它摇晃一下 这样泡上一两天以后就可以用来杀虫了 其实煮辣椒的时候就可以把茶肤放进去一块煮的 我在家里忘记了 所以现在给它加进去 这瓶子大概是装五斤的水 我放了有大概150克的茶肤进去 这个辣椒水加入茶肤以后已经泡了一天了 我现在要把它罐头喷糊里去拿去喷那些芽虫 拿一块纱布把它过滤一下 没有茶肤单独用辣椒水加上洗洁精 食用油也是可以杀牙虫的 加了茶肤之后就可以不用加洗洁精了 剩下的这些渣可以再加点水泡起来 可以反复的用两到三次 加了茶肤之后就会有很多的泡沫 我要把过滤后的这个茶肤水倒一点点出来 倒一点点出来 然后往里面加入一点普面油 大概就是两斤水加一毫升的样子 然后盖上盖子使劲的给它摇晃 把它乳化一下 把它摇成这种乳白色的液体 就跟加洗洁精油和水乳化是一样的 茶肤也是有非常丰富的泡沫 它里面含有茶召素 所以说也是可以用来清洁的 加入普面油或者是食用油的话 可以增加附着力 也可以在虫子的身体表面 形成一个封闭的作用 让它没有办法呼吸 所以它就特别容易死掉 但是这个加了油的水 最好是用多少对多少 不要对的太多了 每次对的都把它用完 要不然你没有用完放在那的话 时间长了它就粘在这个喷壶上了 也会堵射喷头的 装装以后把它们再摇晃摇晃 混合一下 在喷之前最好是把这些比较多的牙虫 大片的戴上手套直接给它擦洗掉 这样子很快就能解决问题 如果你直接喷的话 可能要喷三五次才能解决问题 这样擦过之后 喷个两次左右就差不多了 反正我是习惯性的 牙虫多的我都是直接这样子 给它擦掉一部分 这种大片的叶子很好抹 直接给它抹掉就好 抹掉了再喷效果就会很好 韭菜上的这种比较密集的 也是直接给它擦掉 好擦的就先把它擦掉一部分 那些不好擦的特别小的 就用那个辣椒水来喷它 这样子的效果就会比较快 擦的差不多了就用这个辣椒水来喷它 喷辣椒水很呛人的 一定要它口罩给戴上 不然呛得你流眼泪 把这个叶片的正面反面 全部都给它喷得湿透流水状 你喷的时候有些牙虫会掉到土面上去 所以说这个土面上也要给它喷上一层 主要是反面 牙虫一般都是躲在背面的 正面是很少见的 所以长了这么多我都没发现它 这样葱都可以把它冲下来 那这上面的还没有长牙虫的 都可以给它喷一喷越方越方 那牙虫长成成虫以后 有的它会飞 不会飞的它也会慢慢的跑 所以到处都有可能会也 挨着这附近的香瓜 全部都给它喷上 我的茄子长了 红丝猪也可以用这个喷 带上骨酱就炒 把这个喷头转上来就可以喷底下 红丝猪一般也是叶片背面比较多 刚开始的时候都在背面 反正我现在没把它完全搞好 现在就用这个茶肤控制它呢 好这就是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消灭牙虫的方法 这种方法对红蜘蛛 白粉丝白粉病都是有用的 只是说不像农药那样一次就能搞定 如果你能像我那样仔细一点 先把多的牙虫给擦掉 这样的话喷个两次左右也就差不多了 如果说不去擦的话可能要喷个三五次六七次也不一定 喷这种的话是需要每天喷一次 连续的喷个三次左右才能够起到好的效果 如果你是三五天才喷一次一周才喷一次 像现在的温度牙虫四五天就能繁殖一带 那么你好几天都不去喷肯定是起不到好的效果的 所以说要有连续性 我在分享防虫杀虫的时候经常都会跟大家说一定要预防病虫害 在这些瓜果蔬菜花卉没有生病 没有长虫子的时候就要去预防它 从小苗的时候 等它长出增业以后就要开始预防病虫害 如果你不管它等到病虫害爆发以后 至少要连续的喷上三五天或者是一周 还不一定能够完全解决问题 所以说预防的话是比较轻松的 你一周喷一次就可以了 预防病虫害的方法就是用刚刚的辣椒茶肤水也可以 草木灰兑水也可以 石灰兑水也可以 或者是茶肤加上石灰水 都是可以的 还有小苏打 这些都是能够预防病虫害的发生的 关键是你要去用 从小苗的时候就一周喷一次 这样的话蔬菜病虫害就会很少的 看我院子种满的瓜果蔬菜还有花卉 至今为止已经种了快三年了 并没有出现过一次大量的病虫害爆发的情况 完全没有 看我种的蔬菜呀 这些看起来都是比较健康的 即便是偶尔有一点点小的病虫害 发现之后我也会及时的把它解决掉 就不存在大面积的扩散 大面积的爆发这个问题 好这就是今天的分享 我是封信者 喜欢我的视频就关注我吧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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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